研究显示美国TikTok的成年用户每天平均花56分钟使用该平台 远远超过Facebook或Instagram 2023年3月23日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在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 联手盘问TikTok首席执行官新加坡级的周寿兹 相信多数人都没耐心看完5个小时又42分钟的听证会视频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周寿兹 在听证会上对自己和TikTok的介绍 以及他如何回答美国议员提出的五个最荒谬和愚蠢的问题 看看美国议员和周寿兹如何在听证会上唇枪舌战 周寿兹的开场白 谢谢主席罗杰斯评级成员帕龙委员们 感谢您的时间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寿兹 我的父母与我在新加坡出生 在完成新加坡军队的服役后 我到英国上大学 之后来到美国上商学院 顺便说一下 我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妻子 她就出生在几英里外的弗吉尼亚州 两年前我成为了TikTok的首席执行官 现在每一个月 我们拥有全球超过10亿个活跃的用户 其中包括美国超过1.5亿的用户 我们的应用程序是一个 可以让人们发挥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地方 接近500万家美国企业拥有我们的程序 其中大多数是小企业 他们使用TikTok来寻找新客户和推动公司业务的增长 大多数的TikTok用户都超过18岁 我们增长最快的人群是35岁以上的人 我们花很多时间采取措施来保护青少年 有些措施是社交媒体行业的首创 我们禁止16岁以下的人直接发送讯息 为18岁以下的用户设置最长的观看时间为16分钟 还提供一系列家庭匹配工具 便父母可以参与体验 并为他们家中的青少年做出适当的选择 我们希望TikTok成为一个青少年学习的地方 最近我们推出一个专门提供关于STEM的教育视频 TikTokSTM视频已经获得超过1160亿的观看次数 我认为TikTok正在激发新一代人对数学和科学的热情 听证会上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证明美国多位议员对社交媒体的应用程序和互联网技术的无知 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理查德·哈德森 提出了全场听证会中最愚蠢的问题 哈德森问 周先生 TikTok能连接家里用的无线网络吗 周寿茨回答 只有当用户开启无线网络时 对不起 我可能不明白你的问题 哈德森问 如果我手机上安装了TikTok应用程序 而我的手机又连接家里的无线网络 TikTok是否会访问我家的无线网络呢 周寿茨 TikTok必须要连接无线网络才能从网上获取内容 如果这是您的问题 周寿茨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有些困惑 哈德森继续追问 那么他是否可能连接该家用无线网络上的其他设备呢 周寿茨回答 议员先生 我们不会做任何超出行业规范的事情 我相信您的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这可能是技术问题 让我回答您 共和党乔治亚州的议员 Early Buddy Carter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 TikTok是否收集用户的生物测量数据 特别是用户在观看视频时 瞳孔的扩张情况 以及这将如何影响算法 Buddy Carter问 你现在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地说 TikTok没有使用手机摄像头来使人的瞳孔扩张 来确定某些内容 你能告诉我吗 周寿茨回答 我们不收集身体 面部或声音数据来识别我们的用户 我们不会 唯一的事情是 Buddy Carter说 你不会 周寿茨回答 不会 我们收集的唯一面部数据 是当你的脸上有太阳眼镜时 我们需要知道你的眼睛在哪里 因为 Buddy Carter问 如果你不看它们是否扩张 为什么要知道眼睛在哪里 周寿茨回答 再说一遍 TikTok应用程序不会收集身体 面部或语音数据来识别用户 TikTok在人们佩戴太阳眼镜时会收集数据 我们需要知道你的眼睛在哪里 Buddy Carter大喊 如果你不看它们是否扩张 你为什么需要知道眼睛在哪里 Buddy Carter后来问TikTok应用程序 如何确定用户的年龄 暗示一定是TikTok通过生物测量数据 确定用户的年龄 他说 我很难相信 我们的理解是他们在看眼睛 那你们怎么确定他们的年龄 周寿茨解释说 TikTok用户在注册账户时 必须提供他们的年龄 哎呦我的天呀 愚蠢的Buddy Carter大人 TikTok应用程序必须知道眼睛在哪里 因为太阳眼镜放在脖子上 看起来不好看了 哦 这不是周公子说的 而是我们说的 有人问 我们为什么称周寿茨为周公子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周寿茨是个文质彬彬 风度翩翩的君子 您同意吗 接下来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比尔 约翰逊的问题让人感到困惑 他问 TikTok在美国和中国的抖音之间共享原代码 公民实验室的报告说 许多功能和类都是相同的 TikTok和美国以及抖音和中国之间的行为差异是硬编码值的轻微变化 周先生 作为TikTok的首席执行官 为什么你没有指示你的工程师更改这个原代码 周寿茨回答 国会议员谢谢你的问题 我有 约翰逊在问 你让他们改变原代码 周寿茨回答 就像我们所提供的我的原代码承诺一样 约翰逊又问 你让他们改变那个原代码了吗 周寿茨回答 议员请您给我一点时间来解释 约翰逊回答 不 我不需要解释 这是个是或否的问题 你指示你的工程师改变那个原代码了吗 民主党国会议员单克伦肖问 周先生 您是否同意TikTok由中国共产党控制 周寿茨回答 不 但克伦肖说 好的 我以为你会这么说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 我可以这么说 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您的母公司是字节跳动 对吧 周寿茨回答 没错 但克伦肖问 所以 许多在字节跳动工作的员工 都是共产党党员 对吧 如果中共要求字节跳动交出TikTok在美国收集的所有数据 字节跳动及其生活在中国的员工在被要求时必须与中国政府合作 他们必须保守秘密 包括你在内 如果中共要求字节跳动交出TikTok在美国内收集的所有数据 他们是否必须按照中国法律这样做 周寿茨回答 议员先生 首先 我是新加坡人 周寿茨只好提醒所有人他是新加坡人 他不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熟悉每一条的中国法律呢 德比莱斯科议员在听证会上问 周寿茨对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有什么看法 周寿茨拒绝回答 这跟TikTok有什么关系 何况他又不是中国人 请大家不要误会 这是我们说的完全跟周公子没有关系 实际上全球许多TikTok的用户 用他们的直播嘲笑美国的国会议员脱离现实和令人尴尬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议员们激烈质询 TikTok周寿茨在听证会现场遭到百般刁难 我们相信多数人经过了三个小时的严厉质询 肯定会忍不住破口大骂 甚至会有人掀翻桌子大喊 妈的老子不想回答这些无知的人的问题了 让我们万分佩服的是 最终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茨保持他的君子风度 扛住了将近六个小时火药味十足 气氛紧张的听证会 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位勇敢抵御美国霸凌的英雄 虽然周寿茨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坐证无功而返 中国微博的网民却称周寿茨为孤独的英雄和勇敢的绅士 凭借一己之力抵御众多美国国会议员的霸凌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认为自己也能撑过像这样五个小时的听证会 请在视频下方写下您的大名 谢谢您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与朋友分享 别忘了支持和订阅我们的频道